这些万法 法住 法 法法 安住在空相 空性里面 性相一如 体用不二 佛法 每一法都安住在当下 当体极空 所以四法住法位 世间相常住 见到真如 万法都是永恒的 万法本来就空 空无之行 所以此等诸法 法住 安住在空相 空性 是诸法本来就空 法如 空的另外一个名词 叫做如 如如不动的如 法本来就如 因为有妄想 所以我们不如 我们不如 所以如来者 基诸法如意 什么叫做如来 所以一切法不可得 一切法皆空 没有内 没有外 没有能 没有所 没有妄想 不曾颠倒见 如是 清清静静 绝对的真如 名为一切法皆如 反而 诸法本来就如 是诸法本来就空 这是众生 只看到 见相不见性 众生见到这个虚妄 缘起的幻象 亦误认为 它是真实的 所以拼了老梦 又去追求 去执着 所以法不离如 万法不离当相 本空 这个真如 从相上来讲 万法本空 是真如 从本性来讲的话 万法 真如的体 所显露出来的万法 也是不生不灭的真心 相是无体的 真如的本性 是有体性的 所以是有体 是空无自性的 所以是空无自性 它是存在的 站在空无自性 它讲真如 名为空无自性 站在存在的角度 讲真如 有其自性 站在相的角度来讲 相 空无自性 站在相的 存在的角度来讲 它有其自性 水果 有的是冷性 水果 有的是热性 榴莲是热性 有的水果 是冷性 中药 有的是热性 有的是冷性 有的是苦性 所以是冷热 酸甜苦辣 所有的植物 都空无自性 空无自性 因为空无自性 是可以转换成 一切的物质 因为空无自性 我喝下去 可以转换 因为它无自性 所以它可以转换 真如本性 它无自性 所以不止做一法 不止做一法 万法 都是真如的本体 真如的本体 因为空无自性 不着 不住着一法 真如自性 无有一法 无有一向 不立之 不立见 是绝对当中的绝对 绝对 就是没有能锁 绝对当中的绝对 就是连那个绝对 都不存在 连那个不存在 也不可得 务必要 除尽一切 明相 进入不二的 极灭相 极灭相 本不可说 说极灭相 已经不是极灭相 方便说 叫做极灭相 所以 法不离如 一切法 当体极空 就是如 法不易如 诸法 没有离开 空相 在运作 所有的星球 都不可以离开虚空 而能有运作 离开虚空 万法 没有办法运作 离开了 我们真如本性 万法 都变成一个旺 旺 我们要神地真实 信不起颠倒之鉴 如是随顺 缘其法 为什么叫做随顺 佛地子也要过日子 所以 以真如的本性 恒顺一切众生 随顺一切 延续法 做一个 很有修养的修行人 是名原神法 因缘 因缘的缘 生起的生 是名原神法 原神就是无神 只要是因缘所生的 当体积功 其使一切法无生 从我们科学的角度 一切法 都是颗粒为成 所构成的 没有真实性的东西 而是 了诸法如幻 空无自信 细断一切贪嗔痴 细致一切贪嗔痴 不可得 断其根本无名 如皆多罗数 这样子 能透视一切 像的不实在 就不需要 烦恼 挂碍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为什么能够 远离颠倒梦想 因为聊 诸法如幻 诸法本是 空性 空相 不神不灭 不孤不敬 所以诸法本来就空 因为法性 本来就是安住在空向空性 佛出事 诸法也是安住在 空向空性 如来 佛陀不出事 法也是安住在 不生不灭 空无自信 所以 无关于佛陀的降生 跟不降世 真理一直存在 但是问题 如来有大波勒智慧 如果没有佛陀视线 了悟 诸法的真相 所有的众生 都一直迷惑在假象里面 老实 挣脱不了 就像娘啊 被关在笼子里面 众生你看看 看什么 他就是一定执着什么 看什么 一定是执着什么 爸爸爸爸的看法 妈妈妈妈的看法 两个人为什么吵架 因为看法不同 为什么看法不同 因为不知道当下就是空 没有办法忍 没有办法忍 对不对 呼吸为什么吵架 看法不同 角度不同 兄弟姐妹 为什么不同 看法不同 角度不同 神秘意识心 强烈的执着 所以兄弟 还是明算账 还是明算账 那种一点包容 也没有 一点宽恕心 也没有 所以你要永远做凡夫 斩不断 理怀乱 我们内心里面 那种维系的无名 粗糙的无名 从出生以来 都是学习 后天的学习 后天的学习是知识 不是智慧 语言文字概念 是知识 知识 是为了生存之道 解决生存之道 剥热之道 是解决死亡之道 如何摆脱生死 那不一样的 所以你读到博士 如果不研究佛法 你一样一窍不通的 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了解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万法如幻 都是无名那一念 所产生的虚妄的执着 现在知道了 这些执着没有任何的意义 细断细枝 断其根本 如结多罗树 多罗树头 就是把这个多罗树桶 一斩断 它就不会再生了 生死就停止了 就用多罗树头的比喻 生死轮回停止了 所谓佛在解决什么 在解决 轮回这个大问题 如果这辈子死了 那什么都没有 那好办 造了极大的恶业也不怕 造了极善 善业也没有意义 因为没有来世 佛头说有来世 造了极大的恶业 你在受苦 业力没有办法泯灭的 造了极大的善 你将来回归 还是你自己的身上 所以因此 如果我们可以大部的智慧 照见无印皆空 度一切苦恶 了解一切法 如幻 以未来世 成不生法 慢慢修行 慢慢修行 修行是点滴的功夫 成不生法 世明多闻圣地之 以阴阴法 言神法 如是正知 善见 善结 善修 善入 好好地观照 善见 善于见到 生命的真相 生命的真相是什么 万法都是假相 这就是生命的真相 万法都是假相 就是生命的真相 了生命的真相 彻底的不执着 你的生命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你不用假借这个世间的假相 对不对 为什么 你时时刻刻快乐得不得了 为什么 心踏实 知足 充满智慧 不会再执着你那些 动禅 不动禅 房地禅 也不会执着 什么产业事 名师事 因为这个带不走的东西 我们每天制作这些 带不走的东西 不了解生命 生命对我们来讲 是一种严重的惩罚 煎熬 所以近代很多人 在台湾很多人都说 忧郁症 大陆叫做郁郁症 我不晓得新加坡叫做什么症 大头症 不知道 台湾叫做忧郁症 大陆叫做郁郁症 就是寡欢 他找不到人生的目标 方向 烦恼 为钱烦恼 为感情烦恼 为儿女烦恼 每天就是烦 每天就是烦 烦 心 那个无名又没有 没有结 然后没办法 就开始发现了 有的人没办法烦 我家老婆 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黄脸婆 出去打牌 打牌 有的人没办法解决生命的问题 出去喝酒 对不对 那老婆就是 你打牌喝酒花了多少钱 我去shopping mall 卡刷爆了 看谁狠 卡刷爆了 对不对 到购物中心去 卡刷爆了 男的报复 你的仇恨 变成一个破碎的家庭 还有一颗破碎的心 没办法解决啊 有的人没办法唱歌 台湾有的 没办法解决生命的命 怎么样 去卡拉OK 我今天讲的是真的 我不晓得里面新加坡有没有这种例子 一群人去卡拉OK 联系唱 唱多久 你知道吗 唱五十七天 五十七天的卡拉OK 五十七天 接唱歌接龙 一直唱一直唱 唱完有没有解决 到内心的迷茫 没有 没有 那我们不需要 如果你体悟圣道 出去到新加坡 随便一个街道 看 那南风吹来清凉 清凉 是吧 那夜阴歌声提心唱 多好听啊 就是 心解脱来呀 看这个天地万物啊 都是美啊 都是美啊 是不是 就像这个 人家哭守这个后宫针线传 事先找不到目标了 哎 找不到目标 这怎么找呢 哎 后宫针线传里面啊 哎 他就说皇上皇上 我喜欢两种花 我今天喜欢特别两种花 那皇上就说 那哪两种花呢 有钱花 随便花 哎 说一下皇后 皇后 哎 我觉得你今天特别的美 哎 皇后就说 我哪里美 你想的美 哎 想的美 反正众生都是妄想嘛 众生都是妄想 所以啊 这辈子啊 没听到我如来的阵法 惨了 哎 惨了 就像凤蒙山里面 惨的 安 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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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正的大伯涅盘 成就无上的佛道 我们佛心显露了 如是佛心 极有其事啊 要讲大伯涅盘经 大伯涅盘经 如是佛心 极有其事 当一个正的大伯涅盘 开大伯的智慧 有什么好处 有 心得真常 不会铸造于无常 永恨的法身灰命现情 这是永恨 为什么要写佛 就是要找到生命的永恨 那其他都找不到 凡事有像 就是像佛法有永恒 而真的 我们世间呢 享受那个快乐 都是短暂的 都是短暂的 台湾呢 台湾呢 有个大老板 这个大老板很有钱啊 这个大老板非常有钱啊 喝酒啊 一天二十万啊 女人呢 一个接一个 后来啊 去玩到人家 有夫之妇了 这个 人家拿枪 拿枪啊 冲到他 一枪 啪 死了 你看 死在逆色之下 千千万万啊 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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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 为了那么一点点的快乐 死得很惨啊 很死结童 所以世间的快乐 没有真实的快乐 还有台湾有一个年轻人 他喜欢吃什么 喜欢吃川菜 喜欢吃川菜那个 就是喜欢吃那个 麻辣火锅 还有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 连那个我告诉你 台湾的很多人呢 也喜欢吃老干妈 老干妈 我第一次把人家念错了 中国吃那个娘跟妈不太一样 我第一次跟人家念的老干娘 师父不是这样念的 这老干妈 我说妈不是娘吗 娘不就妈吗 老干娘有什么不对啊 他就不一样了 妈跟娘不一样 真的没办法 中国话妈就是娘 娘就是妈 是不是 哇 大家喜欢吃这个 我不是替他广告 他没拿钱给我的 是说这个辣的 台湾有个年轻人 你知道吗 他喜欢吃那个麻辣火锅 非常的辣 极度的辣 吃 连续吃多少 你知道吗 吃七碗 一直吃 吃七碗 吃到什么 吃到那个胃 立刻出血 溃疡 烧坏了 你看 我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 你看看 只是为了一点点口味 他本来吃那个麻辣火锅 很快乐的 吃了七碗 吃了七碗 立刻胃出血 烧坏了 马上 送进那个医院 送进 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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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性 是要叫 真常 真乐 佛性 有真正的我 我们这个射身 是无我 可是我们的真如自性 是真正的我 是能做得主的我 不会随着身面 客观 外在的相 而颠倒 而且执着 第四叫做真静 真正的清静 内心打破了无名 打破所有的执着 分别 心入于无分别致 所以 佛陀在这个经 大制度论里面讲 西伯提问 是世尊 能给 末代 修行人 告诉我们 最快最快的修行法 是什么 佛陀说 行 最快的修行法 如 如来无分别致 了诸法如患 了诸法如患 契入 心如来无分别的智慧 即得 证得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你有没有办法 知道 万法都是假象 放下 就是佛 就这么简单 简单吗 简单 那有个 有个女基士啊 家庭啊 出了状况 经济不好 老公出了状况 师父 我现在很烦恼 那我说 那怎么办呢 师父 你能不能 让我解决烦恼 不行 我只能安慰你 世间本来就是如此 每个家庭 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是不是 那师父 如果我继续烦恼呢 那就继续痛苦啊 那师父你能帮助我吗 我说我也不是老鼠 要不然变一只老鼠 跑到你的大脑 把那个烦恼的筋咬断 我也不是老鼠啊 对不对 那时候如果我一直放不开 我说 就说 哦 太太 一直放不开 就一直痛苦啊 那我到十还放不下 就一直苦到十啊 那就这么简单啊 是不是没有其他办法 没有 没有 你必须从内心里面 伏底初心的 照见一切法不可得 以一切法无所求 一切像 都了之万法都是假像 慢慢的放下 慢慢的放下 哦 后来经过了一两年的观照 啊 他真的很受益了 很受益了 接下来 佛信第五 叫做真实 这个世间 只有如来讲的是真话 真话 那些世间 讲的都是讲话 假话 因为都是在语言 文字 知识 打转 通通打转 观念 所以他没有真实 语言文字 不是人类创造出来的 生命意识心 是停留在 真如 当下的这个影子啊 那妄想心是真如的影子啊 只要你不住着 就消归自信啊 念念消归自信 归无所得 所以 正德大涅槃 得到真实的生命 所以第五 大波涅槃 叫做真 第六 大波涅槃 佛信 叫做实 实实在在的 也简单讲 真正的佛法 就是叫你开悟见性 见到真如自信 让你自己过 自己真实的生命 不受任何外在的影响 影响 就是你今天 对不对 你在这里听经文法 对不对 从人家来烧 哎呀某某人啊 你家火灾了 如果你今天在听讲 听讲经 你有这个功夫 就说 是我说的 本来就是生命了 房子那里有不会败坏 今天不会败坏 明天败坏 十年不会败坏 一百年还是败坏 烧 有一个男孩子 到讲堂来 坐在桌子上 我说 年轻人 苦恼什么呀 他说 我 女朋友 泡掉了 我说 女朋友泡掉了 满街都是啊 拿起石头 随便丢都 随便丢都会有女人呢 哎 他说 我深深地爱着她 我真的放不下 师父 你救救我 我说 我怎么救你啊 能取代你 去跟你女朋友会合吗 是不是 不是 师父 你开示我 我说呀 要放下 师父 我告诉你 我听你的经 已经好几年了 我知道你会安慰我 知道要放下 可是我就是放不下 所以这就告诉我 我们的污垢 很严重的 这不是听经无法 一年两年三年 你考到那个感情的问题呀 没有办法 那个是迷茫就是迷茫 来那个年轻人呀 我要跟他讲 你想想看啊 天下何处无芳草 何必担恋一棵树啊 慢慢地来 慢慢地来 我要告诉他 一切像不可得 他说师父还是放不下 好 那你就随我 来关照关照 你那个女朋友 今年多少 他说二十五 来来观想一下 三十的时候 有一点仪位文 还有法令文 四十的时候 要稍微拉个皮 拉个皮 说一下 拉个皮 没错 拉个皮 五十的时候 就开始当将军了 三条线 六十的时候 我一样都是迷茫了 七十的时候都是满天心 随我语道 我说你观想一下你女朋友 八十岁的时候 老太婆了 老公 带我去建会立法师 八十的老婆婆了 我说你今天几岁啊 你今天几岁啊 我八十岁啊 你身体可好 还好 就是有点咳嗽 八十岁了 八十岁了 师父你等一下 结果整排假牙掉出来 还拿去刷一刷 边刷还能吹口哨 边刷牙边吹口哨 两用的 然后再装机机 年轻人 八十的老太婆 还有这么执着吗 好不行 那就九十 你觉得呢 九十啊 九十活得比佛陀 多了十年了 可以找利息了 那一百呢 那一百呢 那没办法了 是不是 一百啊 全身都是老化了 一百岁以后 这个皮啊 像蛇皮一样了 慢慢地关掌了 好 我说啊 你像出病的那一天 你送着你那个老太婆 你这辈子深爱的老太婆 那 那 送出病了 你所爱的人会不会死 会 是的 那师父 谢谢你的开示 我慢慢看开一点 对了 就是这样年轻人嘛 所以是 难免有一些执着 似乎能理解你的心 但是你想想看 生死无常啊 不管结不结婚 小两口都要互相勉励 走向邪佛之道 出家 那这是有缘 要没有姻缘 就不一定要走 出家这条路 就叫这条路 就叫这条路 那么 我们 九点四十二 大和尚 能请求 就像我们大学上课里面 我们Professor Last ten minutes 最后十分钟 It's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are very kindness 不讲两句英文 你不知道我协力很高 行了 好 那就来了 就简单了 最后十分钟 我们入道要有观照的能力 佛陀说呀 一切众生执着于无印生 所以不见证道 轮回生死百千万劫不得度脱 死之不放这个假的假象 这个射身 一直到死 眼睛都不闭上来 入道一定要观照 再讲一遍 佛陀说呀 一切众生执着于无印生 气贪嗔痴 所以不见证道啊 轮回不停 所以经过百千万劫不得解脱呀 当官一切法不敬 我们这个射身 这个射身 不清静 是不是 从头到尾 大小便都不静 哭 有这个射身 当然会生病啦 有生 老 病 死 所以我们执着的目标 错误 我们执着的这个射身 会生老 病 死的 而且一定要送进火葬场 听说了 新加坡现在不能土葬啊 不晓得是真的假的 一律火花 有意思吗 啊 台湾 通通是火葬的 台湾通通是火葬的 当这个尸体 送进去 吩发炉以后 点火 两个小时 化作一阵烟 化作一阵烟 而今安在在 你所执着的 俊男 梅梨 在哪里呢 冷静一下 我们这个射身 会死 还苦不堪言 生病啊 头痛啊 然后筋卵啊 腰酸 背痛啊 苦 空 这个射身 终将毁灭 这个射身 无常 啊 就是我们细胞 每天都在变化 而我们严重的错觉 不认为 啊 这个死亡 离我很遥远的 离我很遥远 错的 我们一个法师 啊 我们一个法师 从这个水里 骑摩托车 到台中 要回程的时候 跟公车 公路局的 插撞 当场 撞死的 37岁 37 一手 我们有一个法师 得到 cancer 得到cancer 啊 他也治疗啊 他也治疗 没有用 死的时候 42岁 42岁 还有法师 因为太慈悲 太过于操劳 57岁 就往生 还有一个法师 非常的慈悲 徒弟没有能力 他建道场 花了几个亿 建完的时候 皱了 59岁 并发症 并发症 哎 所以慧雄大和尚 麻烦你好好保重一下 我觉得法师太难栽培了 要好好的 好好的过日子 好好的 为佛教尊重 为证法尊重 所以最后 我必须想几句感动的话 谢谢慧雄大和尚 你老人家的认同 也不嫌弃 我懂得这一点皮毛 你给我这样机会迎言 上台来向新加坡的 珠山长老学习 我特别的感动 给我再一次学习的机会 我以最谦卑的心 最谨慎的态度 面对这一项挑战 这个都是你老人家 给我的机会 我在这里 非常的感谢你 跟慧雄大和尚鼓励一下 同时 我也特别感谢 新加坡的 各个道场的负责人 这样子来随喜 来共同参与 你们这几天 真的为这个法会 非常的辛苦 我在此 聊表心意 特别的感动 新加坡的诸位 珠山长老 谢谢 谢谢 还有这次大陆 也来了许多的 比丘 比丘你 为大陆的法师 鼓励一下 好 我就跟你讲 时间过得很快 Time's up 过得很快 我告诉你 我去大学上课 都不是这样上 我到文化大学上课是怎么样 是从白天早上 下午下午 讲到晚上 一天将十个小时的 但是我看到很多法师啊 都给机师操死了 过劳死了 我不要 我现在学会了一点点聪明 I want to take a rest long long time Thank you very much 我们今天呢 有一个机会一场 谢谢 慧雄大和尚 感恩 好 请大家起立 合掌 跟随 长老念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等一下我来念 肖哉诸三长老 作为法师 肖哉护法 俱士大德 肖哉一切义工 肖哉今天设立一切的牌位 上报是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建文者 弃发菩提心 禁止以报生 洪生极乐国 愿晓三长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戏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世事常行菩萨道 李谢长老 大家合掌行问训礼 怡问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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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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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佛号 奉送法师就位 奉送法师就位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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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